也都搞成這樣子 那時候連周美卿講講都沒有 因為媒體提醒 民營 馬總統是什麼 就完全不在乎了嗎 我想這個周美卿先講過 馬總統不是一個體貼的人 他心中只有自己 所以他會去講說 什麼官場勞工啊 這個很慘 這個是一種錯覺啊 去等等 或者是碰到原住民的時候 他就講說 我會好好把你的教育 我不是來了嗎 所以講這些 讓大家都覺得說 馬總統其實 他心中其實都只有想到他自己 這些人民啊 這些民怨啊 衝撞總統府啊 竟然還去告這個 所謂的這個商德政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是由來已久 你說他現在兩年的任期 你說馬總統會變成一個體貼的人 會脫胎換股 會去解決這些民怨 我看大概很難 這個只能這樣大概兩年了 大概 這都沒 連今天情人節都還生 一樣不大體貼 對啊 所以總統 他夫人在旁邊 大概一定要是注意說 兩個人 這個他夫人 他稍微後面一點點 然後這樣政治併牌 這樣接受這個來賓 不管是進場 退場 這個是最起碼的 這個馬總統不會說不知道這些規矩 但是有時候 這個緊張或者是 這個一黃神 這個就把這些事情就忘了 還是想到他 他怎麼握手 所以其實今天在講說 這個衝撞總統府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坦白講 這個是非常簡單 我過去在總統府服務了 每天接到要衝撞總統府的情資 你不要說一件兩件 很多件都層出不窮 所以你安全單位 所以你要去分辨說 這個是真的是假的 你要去做一些基本查證 你怎麼說 現在怎麼會變成說 馬上就留置偵訊呢 對不對 每天對總統不滿的人相當多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最起碼的 這種安全的一個 相關的這些措施啊 他都沒有辦法去解決 張德正也好 或今天這個特有軍人 是什麼 是沒有那麼複雜 是他的怨氣 他的有冤屈 他希望能夠向總統府反應 所以問題就出在哪裡說 那為什麼這些正常的 這些政府的申訴的管道沒有用 為什麼一定要去找總統 對不對 是你這些問題要解決嘛 即便說你做的太爛了 然後民眾有一些怨氣 或者說有一些政府部門 有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你總是要有這些問題要去解決啊 所以你看張德正 他有沒有去跟總統府曾經過 有啊 不是沒有啊 問題是說他越成群 越火大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跟總統的所謂的一個安全 全國大家還講的一個民怨 有有成群的民怨的這個部分 一個成群 有個人冤屈的這個部分的一個成群 你看看總統連這種個人的一個 這些小的冤屈要去找總統成群 這個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 你看這個你還去指望說 你去解決官場工程的問題 所以 所以我認為這個這個部分 其實是蠻嚴重的 對馬總統來講 他只想想到他自己 對不對 那你這個官場工程 那是你家的事情啊 對不對 那個是他認為這個這個 並不是重點啊 那回頭過來講說 總統府的安全維護 過去總統 總統府曾經針對總統的 這個安全做過檢討 是在什麼時候 是在斬首行動 這91之後就不斷斬首 所以相關的安全維護 其實都做過了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啦 這次為什麼發生 這個張德正去撞總統府的事情 是因為那個鐵門嘛 這個憲兵 後來他就 防彈了 推給這個憲兵說 因為他很積極 其實在扁政府的時候 這個門下班是關起來的 是不開的啦 就是馬政府上台之後 把這個門打開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你安全維護 你有很多的措施 你從我們剛剛講的情報的收集 到你這個車輛的一個監控 到你這個整個部隊的一個應變 他有一億億的兵力在那邊防守 這個車子可以這樣一直開進去 結果這些事情 在張德正在這件事情 這些事情都不檢討 就把所有的事情 簡化到說這個憲兵激井 假如說我們總統的安全 是因為一個士兵的一個激井 那這個就不得了 下次不激井 下次不激井就麻煩了 對啊 這個士兵後來拿到激井 我的意思是說 像類似這種 要不要按電影 監視機要不要怎麼樣 親自的收集 這個是標準的作為程序 你這些不檢討 你就說 這個要把總統府這樣 把它圍起來 那怎麼圍得完 對不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國動兄 馬總統下山 要不要跟民眾握手 簡單講 你是不是要跟他圍200公尺 又不是整天在總統府 對不對 你又不可能是 每天躲在總統府裡面 是因為民怨 這個沒有 無處伸張 才會造成這種結果嘛 所以我們過去常常在中國的古代 在講說 萬方有罪 罪在正攻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民怨那麼多 當然是總統要檢討啊 對不對 是不是有德 是不是因為這個 這個老天沒下 總統無德 是不是因為百姓的這個教育 是總統的領導無方 當然是會檢討自己啊 你看 你看總統怎麼會去 從來怎麼會去檢討自己 他連他老婆 都覺得說 這個是不體貼的人 這個只是想到他自己嘛 所以這個總統你說在兩年的任期 我坦白講其實也沒什麼好方式啦 你總統的這個這個海盜袋 再崩起來 民眾碰到他還是丟雞蛋啊 還是丟鞋子啊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國民黨的終生蛋 還是代表民意 不想跟他站在一起啊 或是跟馬總統 我還是會切割啊 對不對 還是要求他負責啊 這個是必然的一個道理嘛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今天我們在討論這種 違安都是已經是這種 層次很低的這些問題 所以應該還是回歸到說 這些民意要怎麼解決 其實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 馬總統總統頭腦心 在反映出一個什麼現象 包括了他設立了補血網 包括了他把這個凱盜 試圖要來封閉 包括了他修改黨章 總統當然黨主席 其實就在反映出 我們的總統現在 已經完全沒有信心了 可是呢 當一個領導人 他恐懼的時候 他可能會做出一個 什麼樣的行為 如果你今天是有信心的話 你就很順理成章章的 把所有民眾的意見 接納起來 然後我一一的去疏通啊 可是你採取的是一個 反向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態度 這代表我們總統 到底面臨了什麼樣的一個危機 他的心理層面 真的出現問題了嗎 就是權力焦慮症 權力恐慌症 態度決定高度 其實2013年底的年金改革 突脫空眼 幾年前的大沙山的4.0的地震 突然浮返了我們 要注意核市 核市公投今年也不會有啦 這個是兩個最重要的政策耶 繳了白駿 他更不用講其他了 總督府啊 在二戰末期 曾經被美軍軍機 就是同樣地點被炸毀了 死了20多人 1949啊 國府遷來台灣 這是史上第一次 而且這個衝撞 不輸那次美軍軍機啊 我覺得問題會非常嚴重 現在是這位張先生啊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為之呢 你再圍 再怎麼圍堵 還是有人會來衝撞的 還是有人來抗議 我是不再贊成目前總統的這種做法 1988年蔣經國過世以後 有一連串措施啊 包括總統府的空間解嚴 我希望大家不要走回頭路 我看很多北歐國家的總統或總理 請各位看看他們的新聞 他們騎腳踏車啊 坐電車啊 坐公車上班啊 他們的民主績效 他的青年都全球第一的 我們都希望台灣是這樣子啊 馬總統 以台灣人民的存譜 你應該你用做Bug-U-Pack上班吧 你應該你用做Bug-U-Pack上班吧